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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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提高我们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是的 总原因 是 而且许小姐刚才说到的这个55克 实际上它是包括所有的就是一天 包括饭啊菜啊里面糖分都在里面对吧 它是包括 是说我们所认加的那个糖分 就是说好像比如是我们的喝两杯饮料的分量 因为11茶匙是大概我们两杯含糖分的饮料的分量 除了饮料之外当然白土司面包 白米饭也有这些糖分在里头的 说得很对 其实不只是那个 很多人想到糖尿病就想到糖分 但是其实是很 更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摄取的那个精致淡水化合物 精致加工淡水化合物 比如白米饭 面包 精致面包 现在很多人喜欢吃 是 还有面食等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选那种五穀啊 或者全麦的淡水化合物产品 因为有时候精致淡水化合物 会让你好像意识不到吃进糖分 实际上它的摄取也是很高的 所以最好用糙米饭来取代 对不对 五穀杂粮等等 那么刚刚艾琳有谈到这个糖尿病 那究竟肥胖的人 然后肥胖跟糖尿病最直接的关联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亚洲的BMI来衡量的话 其实我们国人每五名 有一位是过度肥胖 所以过度肥胖的 过度肥胖者其实比普通 其他人患上糖尿病的几率比较高 一般来说一个肥胖者通常可能饮食习惯 或者运动量比较少 高血压高胆固醇也可能比较高 一般来说 所以这些因素会使到肥胖者 患上糖尿病的几率比较高 对 当然你就更不能在社区糖分方面 就更要注意了 今天现场也看到一些 饮料 他们都是有含糖分的 当然 让我想到含糖分比较高的就是汽水 是不是不同的汽水含的糖分就有别呢 OK 不同汽水的糖分是有别的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 或者你可以猜 大概有几汤匙的 几茶匙的糖 就是普通汽水 普通汽水里面有含多少茶匙的糖 我猜大概最多也是两三茶匙 你这保守了 我最说的是一罐 四茶匙大概差不多 一罐汽水 它大概有你所讲的两倍 一 我看你现在已经 一 两倍啊 那它说两三我说四嘛 三 四 五 六 七茶匙 这是一罐汽水 也就是说你喝一罐汽水 就这样白糖要吃七茶匙 进我们的肚子里 太可怕了 这个是蛮惊人的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都不知道 对 但更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其实除了汽水 我们新加坡人喜欢的本地饮料 含的糖分可能比汽水还更高 我们要来了解 到底哪一种饮料含的糖分最高 就比如我们喜欢喝的珍珠奶茶 普通的一杯珍珠奶茶 就含大概九茶匙以上的糖 然后年轻人喜欢喝好像 Milo dinosaur 那个就也是九到十茶匙的糖 所以比起汽水来说是更加 更高 是 好比方说我们喝了一罐汽水 刚刚说了有七茶匙的这个白糖 我们摄取了 那要消耗多少的能量体力 才可以把它消耗掉呢 大概如果是慢跑的话 是大概十八分钟 我们来看看 一罐汽水 七茶匙 我还在跑 慢跑 大概慢跑十八分钟 十七到十八分钟 十七到十八分钟 要跑那么久才能消耗这些卡路里 最好是别喝是不是 是 问题是很多人 跑完这个之后再喝一罐 那绝对不行 那我知道了 有另外一个选择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无糖少糖 可以吗 是不是更好一些 是不是比较好的建议 想无糖的饮料 是不是就没糖了 如果泡泡茶的话 如果你还是想要有那个甜味的话 如果你减从一百八仙的糖 减到二十八仙的三十八仙糖 其实你可以省大概三点五湯匙的糖分 所以是有有益处 有一定的区别的 有一定的区别 除了胖泡泡 当然我们也看到市面上很多代糖 代糖指的就是人造的甜味剂 这些呢 这些它有帮有益处 因为有些人比如你肥胖 你要控制你的总卡路易 总卡路易的摄取量 还有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要维持你的血糖 不要互高互低 使用含有代糖的产品 其实它没有影响你的血糖 没有比白糖影响力高 来得高 好 卡路易也是比较少 就是说 比较好 相对白糖来说 是 我们接着跳到另外一个饮料 大家都很爱喝咖啡 咖啡到底糖分有多少呢 咖啡我们普通所讲的 咖啡 咖啡C 大概会含四茶匙的糖 那也不少了 也不少 不少 是 那就少糖就好一点了 最起码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分量 这就是咖啡 所以就说一定要喝咖啡的时候 选择少糖了 对吧 还有这杯呢 就是蹄 蹄 蹄 然后含着糖分呢 大概3.5茶匙 稍微少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看了 艾琳跟我们讲一讲 要消耗多少 要跑步多久 才能消耗体内的这些卡路易 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茶的话 嗯 我们来看看咖啡的状况 好 那四 四茶匙 没有吧 四茶匙大概最起碼也跑十分钟 大概四茶匙 其实是十九分钟 对对对 如果你剪掉一茶匙 剪掉 如果你选择修袋 修袋也是最近比较流行 可以剪掉大概一茶匙的糖 哦 对 对 少汤可以去掉一茶匙嘛 是 那如果 果松 果松那就更好 因为它就算是无糖了 就不用跑步 就已经喝到果松了 要点咖啡味 不然喝白水好了 还有 果汁 果汁 果汁什么情况 像我就会偶尔点一杯果汁 来取代吃水果 因为吃水很麻烦嘛 在家里还要削皮 还要切 可是果汁糖分更高是吧 是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制作一杯果汁的话 需要两到三个水果 而这些水果也是无纤维的水果 所以你喝一杯果汁 代表你吃下了两到三个 果汁 新鲜的柳橙橘子汁 那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五茶匙的 五茶匙 对我们忘了这个 你如果吃 你可能吃一个 要榨汁一杯可能两三个 不够啊 对 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蔬菜 来代替一部分的果汁 一部分的水果 因为蔬菜的糖分会比较低 就好一点 要不然就是进行慢跑 好我们来看慢跑要跑多汁 五茶匙一杯果汁 一杯这个 葫芦汁 要跑多少 大概十 好 十三分钟 哇 也要十三分钟了 好 所以吸收进去之后 要懂得这个一定要付出 对 把它这个消耗一点 我在想 喝豆浆好了 豆浆啊 手要变 豆奶应该就比较健康 是不是 豆奶 豆奶其实是一个健康的饮料 但是重点是在于它的糖分加了多少 最好是选择叫低糖的豆奶 可以叫卖豆奶的人给你少糖 或是选择那些带有 带有那个保健 或是健康标签的豆奶 因为比起原版的豆奶 它会少大概35%的糖分 所以是蛮大的分别 是 所以还可以享受 或者是选择 尽量选择叫少糖的 对 好 最后爱玲 给那些热爱喝甜饮料的朋友 你有哪些忠告 提醒他们 我觉得最重要 糖分很重要 如果能够 简单说 如果能够减少 选择修带 选择少糖 那就很好了 但是也要注意到 整天所摄取的 总卡路以分量 是 那个很重要 只有你所做的选择 需要是有好素质的选择 比如少吃高精致淡水化合物的食物 下 未来的几年 保健出续局也会在这方面 再加强我们的教育 教导人们怎么样控制 那个血糖的那个分量 淡水化合物的选择性 还有它的总分量 每三餐的总分量 再次谢谢爱玲 谢谢爱玲 希望大家都生活快乐健康 对 少摄取含糖量 这个糖分太高的饮料 对 好 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城有约的Facebook 面部网页留言 那也可以浏览 八频道新闻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我们的节目 好 明天星期三 我们市城有约再会 再会